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2600个学生参加比赛 那有得奖的今天在这边表扬的也有100多个学生 那在在显示孩子们在校长老师们的这个教育推动之下 那孩子们认真学习才有今天这样一个成果 那真的非常高兴请到我们这个姿态的董事长 也回来给我们孩子们 齐勉给他们鼓励 那这个再次的谢谢我们姿态董事长 那取之于社会 回馈于社会 捐赠给我们AI相关的软体 有4000多套 加会我们高中国中有54所学校 那价值17亿的一个金额 好我们这套AI软体是 是让小孩子翻转人生的机会 因为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要进入一个眼宇宙的世卫时代 如果我们小孩子就开始 现在都可以学习AI 我相信未来不是跟上六都 而是翻转我们的人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当然我也是二水的乡亲 张化县的子弟 今天很高兴 王县长接受我们这些 这些监证 但监证只是开始 后面我们还要把它执行好 所以现在我们也有培训中心 像张师大 大爱大学 明道 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培训这些小孩 所以我希望我们张化县的子弟 从此刻我们可以开始进入 另外一个时代 人工智慧时代 活动现场还有记忆班静态作品展 与动态体验活动 让学生与来宾更了解 张化县推动记忆教育的成果 一开始就是对美容美法没有很有兴趣 然后就是经过课程学习 然后就开始有信心 觉得我也可以如愿当上选手 然后后来就是当上选手 也是回家就努力练习 然后都练习到12点多 然后就是中间也一度快崩溃 然后后来就是调整好心情 然后继续努力 然后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领奖 那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 我应该会当上选手 我想说就是作为一个兴趣 去体验一下这个活动 然后没想到就当上了选手 然后后来在练习中 也发现就是对他产生了很 有另类的想法 然后后来就开始全身心投入 在这个化工的上面 我其实原本对读书没有很大的兴趣 但是就是自从参加了中餐的记忆班以后 然后我找到自己的兴趣 还有梦想 然后以前只会做简单的泡面跟简单 后来能为家人和朋友做一桌的菜 然后看他们吃的我的菜 然后给予我肯定 还有好评 我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专化县政府为推动记忆教育向下扎根 建置张安、大同及圆斗三间指探中心 办理多元职业试探体验课程 提供国小高年级学生进行体验 111学年度各项课程正陆续进行中 最新课程与报名资讯 可洽各校辅导室询问 或搜寻各职探中心脸书相关讯息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踊跃参加 公益频道许为珍 普新采访报导